神舟13号任务将实现五个方面的任务目标 与神舟12号任务相比 神舟13号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载人飞船将采用自主快速交回对接的方式 首次镜向停靠空间站 我们的空间站核心舱有三个对接口 以前我们都是在前后方向对接 本次任务中将从沿着面向地球这个方向 对接到核心舱的镜向对接口 二是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实现核心舱 两艘货运飞船 一艘载人飞船 共四个飞行器的组合体运行 三是航天员将首次载轨驻流六个月 这也是空间站运行期间 航天员乘走常态化的驻流周期 四是中国女航天员将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 航天员王亚平也将成为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而神舟十三号乘走也将包括中国首次出舱的男女航天员 五是在神舟十二号任务的基础上 将进一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实验 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 六是实施任务的飞船火箭均在发射场 直接由应急待命的备份状态转为发射状态 执行本次任务的载转飞船和载转转火箭 实际上是和当时神舟十二号任务的飞船火箭产品一同进场 在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期间 他们在发射场应急待命 本次任务将正式执行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